那相信很多人对政府医院的医疗素质感到半信半疑 但其实啊这些公家医院的医疗设备 不但比私立医院来的先进其全 收费啊也便宜了很多 那因此近年来大量的病人开始涌入政府医院寻求治疗 那这也就加重了政府医院多年以来解决不了的老毛病 那就是效率问题 很多病人看病的时候啊被迫要排队轮流等候 一等可能就浪费了一整天 那也导致怨声四起 卫生部长祖吉菲里今天就探访了巴胜中央医院 那除了理解这家政府医院的日常操作之外 部长还借机寻求提高全国政府医院效率的灵感 卫生部长祖吉菲里驾到 今天巴胜中央医院可以说全体总动员 出动了医院上下所有的医护人员 欢迎他们的上司前来医院走访 部长一到医院就在医疗主任的带领和解说下 马不停蹄地在医院各个部门参观 巴胜中央医院是全马规模第二大的医院 部长在这里也亲自见证了医院的完善设备和先进科技 包括这个利用电力推动的病床 只需要按下按钮 病床便可以轻易移动 省去了转送病人时所需的劳力 传统上 病人需要针对病情前往各个部门进行诊断和安排 等了好几轮之后才被送到病房正式接受治疗 如今 这家医院设计了一个跨部门的新病房单位 让病人不必久等 就可以直接接受医疗服务 而祖吉菲里也对这项系统感到非常满意 除此之外 近期国内开始兴起反疫苗运动 祖吉菲里表示 基于我国是个言论自由的国度 他暂时不会对相关组织采取行动 但是他警告这些人士 卫生部并不会放任他们为所欲为 我们很高兴 我们正在监控防疫苗运动 每次他们有任何活动 我们也希望在那里 如果能够在那里 我们也希望在那里 祖吉菲里也表示 当局已经在草宁有关强制孩子注射疫苗的建议书 一旦完成以后 就会提成上内阁会议 再做定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